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它本身它并不是这个画面 这个是在任何的手机 App商城里面 都可以自己下载的K歌软体 这种K歌软体在App上很多 Android也好 iOS也好都有 所以你只要上你的 例如说Apple的App Store 或者是Android的Google Play 你进去打关心字K歌 就出来一堆这种软体 那你只要搭配 类似像这种麦克风 就是你只要去买一支麦克风 然后跟你的手机也好 平板也好接上去 然后电源打开 就可以跟着这个软体直接去唱 而且我看过 它里面的很多软体 其实都已经把很多的歌 放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喜欢唱哪一首歌的话 我刚刚是唱小苹果 突然好想你 直接点进去 然后就拉到副歌 音乐出来 圆音圆影 然后麦克风 我们直接把电源打开 不是 它跟我唱KTV一样 那个字还跑到哪里 然后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家里 例如说有那种Apple Play Apple TV 你就直接透过Apple Play 直接播到电视上 全家就像在唱KTV一样 就不用再买那个KTV 那个什么影音系统 以前一套KTV要多少钱 很贵的 好一点的 你知道这台多少钱吗 你还要更新歌单 这台过多少 2000多块 2000多块 就你就买一支这个 然后下载软体不用钱 对 声音又很好听 然后直接电源打开 你就可以直接唱歌 好棒 谁敢吹 各位观众 怎么感觉你好像在喊动作 很开 而且歌词都完全 完全就是照着上面看 我们不一定要echo那么重 你可以Bass 不一定要很重 可以自己调 声音 高音也可以调 低音也可以调 echo的程度也可以调 然后音量 它底下还有扩充口 所以你可以扩充到另外一支 一起唱响郎晶桃 真的 可是我不要跟你唱响郎晶桃 不舒服 感情不好你们两个 可是这样真的是可以拉近 朋友之际的距离 对不对 而且很有趣的是 因为我刚才讲 现在很夯就是 我找人唱歌不容易 所以我上网 我随便挑一间包箱 可以大家一起唱 也可以合唱也好 也可以录音 上传 对 现在不是很多游戏都直播会上传吗 现在是流行把歌曲 录好之后 上传给大家评比 还可以用webcam 自己还整得漂亮的这样子 好像在开演唱会那样 这个是很流行 难怪我常常看朋友分享影片 自己在那里录音 当录音室了 对不对